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一位足球区的UP主 平时喜欢做做视频,聊聊球,定期直播解说中国聊天圈的比赛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点按关注,看我简介进Q群,了解直播排程 首先,先恭喜一下2005年代的国庆队 在今年第一次举办的华山杯青年足球锦标赛上 以两胜一平的不败战绩夺冠 尤其是在2比0击败死对头韩国国庆后夺冠 这样的感觉,别提有多爽了 其次,在这一届赛事上,中国U19国庆的小将们三场比赛都踢得非常不错 面对越南,乌兹别克和韩国都保持了临风 我知道这会儿很多人要开始惯例连击了 只要是青少年的赛事踢得好,就要拷问是不是国庆队改了年龄 不好意思,这一次赛事的年龄限制是2005年代的球员 但实际上,这支U19国庆队里面有不少06年代的球员 像网玉洞、刘成宇、夏合扎提等等都是 这一次反倒是国庆队有点以小打大的一次 而这一次能在击败韩国国庆后夺冠 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在2019年的熊猫杯上 当时的01年一段国庆正是以0比3惨败给了韩国队 而在颁奖仪式后,韩国球员朴归宪更是做出了脚踩奖杯和模仿撒料的动作 也让当时的中国足球人倍感侮辱 而这一次05年代的国庆可以说是完成了复仇 相当提气 对了,华山杯是中国足协主办的U19年代邀请赛 无论是四对单循环的小组赛赛制 还是每年相似的举办时间 都让人觉得它就是熊猫杯的延续 熊猫杯曾在2014到2019年间举办过六届 举办地都在成都 而六次以东道主身份参赛的中国国庆 拿到过一次冠军,三次季军和两次奠军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的熊猫杯上 当时的99年龄段国庆 在4比0匈牙利,1比0英格兰和3比1乌拉圭之后夺冠 而在那只熊猫杯夺冠的国庆队中 由蒋胜农,朱成杰,陶强农,徐浩阳,刘若凡,孙庆涵,吴绍聪和郭天宇的球员坐镇 这里面如果不是郭天宇和刘若凡的发展没达到预期 否则现在的国族不会那么的缺人 当然也别质疑当时的熊猫杯赛事的韩金亮 被国庆队击败的那只英格兰队中 有现在的英格兰国角康浪·加拉格 布莱顿的塔里克·南普蒂 以及多特的恩梅佳 对了,那只率领国庆队拿到熊猫杯冠军的主教练 正是陈耀东 其实近几年的中国青少年国字号队伍 经常有在青少年赛事上夺冠的时刻 除了2018年的熊猫杯之外 去年的U15东亚杯和更早的2019年的金山杯上 中国的U15队也都拿到了冠军 华山杯夺冠可以说是这支05年龄段的国庆队 在模拟考中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但假设这帮小伙子们想证明他们比95后的前辈们要强的话 他们就必须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在联赛中给前辈们上上对抗了 同时明年2月将在中国举办的U20亚洲杯 这帮05后的小伙子们能不能在20年后再度帮助国庆队重返试听赛 将是一件令人无比期待的事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对于我的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弹幕区各书几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